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第二环节 先生 我有才 小一欢 青森你要退学 你要去广州 不准你去广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要去追寻我的梦想 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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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您一下午了 我是来面试武术演员的 武术演员 你会演戏吗 来 我踹你一脚 李导 您看我演得行吗 求求您了 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们现在没戏 你回家等信吧 喂 妈 儿长 吃饭了吗 找到工作了吗 身上还有钱吗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李导准备让我去做男一号 这会儿他正听我吃火锅呢 吃大餐 不说了 不说了 旁边人也多 挂了 挂了 挂了啊 I grew up in a 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 every move was on the page but I didn't like their way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 caught up in a daydream I beat my mind up there almost daily it's how I pass time no opinions safely it's how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 in this play scene cause everybody wanna tell you bad things what could go wrong what fame brings blood success is a finicky thing and if you ain't sure no it'll never be I don't wanna let myself down myself down I don't wanna let myself down myself down 豫潘 这是你自己的创意吗 对 这是我自己剪的音乐 自己找人录的 你还是以一个短剧的形式 来进行你的技能展示 对 有点紧张 没事 我觉得挺好的 你想表达的含义是 艺术来源于生活 但高于生活 就是从生活挖掘出来的 我看懂了大卫老师 而且最后打那个罪权 我觉得是一种升华 买罪又加上他的才艺 融合在一起了 首先我是给你点个赞 我感觉你整个构思 整个的表达能力都很好 而且特别是有武功 也有这种活动现场的 这种气氛的感觉 我特别想拜个诗 我跟你学呢 就是学你这个强壮 然后你这个后空翻 这个就很吸引我 学你的这套武术 需要有什么基础吗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年龄吧 你教一教 也是有可能后空翻的是吗 有可能 我觉得在这个里边 其实有几个可以提升的空间 分两块 一个是就是说表演的设计这块 就是说接你妈电话那块 其实还可以再等一等 就接得太快了 我觉得 你想你刚接到一个特别不好的 这个消息 然后现在你妈妈跟你打电话 其实你可能不会马上接 在生活里 这是一个小细节 就能够帮助你表演再升华 其实这块是我们叫戏口嘛 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 能让你去再表现的一个戏口 然后再紧接着这一套的 这个叫最全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在每一个那个 最后那个定格动作的时候 其实还是缺少点精气神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武打的演员跟武打明星之间的 那个那个未来你要突破的一个东西 就啪啪就得有那个劲儿 或者是说根据你前面的剧情 你把你难受的那想去发泄的那 你喊两嗓子 可能会更让所有人能把你这个剧情 就能够感受到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不过策划部分 我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 或者小品上见过类似的内容 这个创意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借鉴着别人的内容 可能有人演过 但这个我是没有在任何平台去抄的 因为这个当时 咱们蓝幕主通知我的也比较着急 然后我当天晚上呢 我说不知道咋种 给我妈打电话 我就叫我妈 我说妈 你这咱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 她就跟我讲了两年难忘的事 她说你刚来这边找工作的时候 还有就是说怎么的怎么的 我不让你去广州的时候 我说那这样是妈 你给我配合一个录音 然后我妈就拿那手机录音 录完了之后用微信发给我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呢 就找了我一个朋友在现场 我就说按你录一个 我拿我手机你录 录完之后 到电脑就剪这么个音乐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自己也剪短视频 和做这个短视频的策划吗 就自己剪剪玩一下吧